第一 重磅大关 右打在下来就有六周体制的郑爽的身上 郑爽和张红 两个人之间的怨情 同意爱到分手 一直闹得费费娘娘 而这个昨天 张红爆出了一个不没有 他说自己现在在美国 正在随眼的地 而易妮没有办法回国 而就因为是 无法忍受你方对他的作种集会 所以这一切 他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 昨天他出示了这意爱易妮的出生正名 苏金月亮 写的名字是张红 而母金月亮 写的就是郑爽 继续这件事说 最终的意义就是两个人在美国大意义生下的 而两个人在美国其实早就结婚了 昨天的抱怨当中 只有一段让人非常正经的录音 是正审的家人和张红的家人常常的过程 当时两个人已经分手 但是大意义的意义已经有七个月矮了 在美国 很多个州对于人工刘塔是明明禁止或者是有诸多限制的 等到呢 郑家人的态度非常间接 两个人疯了 那这么念书一样 再次养呗 或者是让人联络 理解化 解孩子 不能量 阿姨就这么爽了 声音呢 更是说 七个月来真的打不掉 反死了 不管这段话是相当起立 还是你先贷钱 任何情况下能说出这种话 还有人信吗 这个一名女性 看到这样的态度 听到这样的言语 我感到很见经 也很愤怒 世界上到了现在 目前 网络移院基本是一天堡的开始 也计了 很少再有粉丝 站出来 义无反顾 一直气算的 为正常见户 我们也讲出两点 首先 爱因在中国 肯定是不合法的 那么中国人在国外合法机构去代应的话 又该怎么来算呢 但是行为 本身就藏在这场争议 其次 既然两个小生命已经来到了世界上 抗旧是独立而完整的个体 父母有记忆他们生命的权利 但是 没有剥夺他们生存自由的权利 想要的就演一样 不要的就想着打掉 世界违反就想着弃养奉人 这样的冷漠 其实是无情可以形容的 南华有网友带的情绪行为说 要是人口奶奶不违反 您是不是还想把孩子挂钱移上呢 三次木星街上说过的一句话 所有的国情 其反制 都是因为无知 有的人移泛 是因为自信理法律 有的人心怀 是因为去把自己当做宇宙的中心 凝捏了人性 伦散的暴躁 那么当学位正常一家 就该属于哪一种呢 就是因为一句 这样的人 还替当明星和偶像呢 人家的眼睛啊 赵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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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